相信大家都对《爱情公寓》里的唐悠悠很熟悉吧,饰演这个角色的演员叫做邓佳佳,后来她还出演了很多好作品,在《白夜追凶》里,也有很好的表现,而邓佳佳的工作室,却在前两天宣布了邓佳佳已经和她的丈夫和平分手。 从这个声明来看,邓佳佳虽然离婚了,但还用先生称呼,看来,的确是和平分手。 对于这个消息很多人都感到十分震惊,因为许多人都不知道原来邓佳佳是已经结婚了,邓佳佳的感情生活一直是比较低调的,邓佳佳的丈夫并不是娱乐圈里的人。 不过,他们从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,从恋爱到结婚都很低调,2014年两人在澳洲举办了婚礼,当时邓佳佳还邀请了很多圈内好友,比如萌一肖等等。 不过,两人其实2009年就比较领重了,只是2014年才办的婚礼,从恋爱到现在两人的感情坚持了长达15年的时间,这样的感情其实真的很让人羡慕,所以了解他们感情的粉丝们都觉得十分可惜。 而官方也没有公布他们离婚的具体原因,其实这也能理解,公众人物也是享有隐私的,结婚离婚满身也就是两个人的事情。 只能说邓佳佳当时至少是嫁给爱情了,其实两人在2016年,就有传出过婚编的消息,不过后来两人恩爱的模样,也让谣言不攻自破了,看来,那次的婚编,可能就是一次起因了。 不过,不管怎么让两人合,平分手,总比闹得费贝阳王毕竟好,而且现在邓佳佳的事业也越来越好了,就算没有了婚姻,他也可以在事业上创出一帆天地。 又一对夫妻官宣离婚,当初一地的恋爱长达15年,却还是离婚收场,对此大家怎么看呢?